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第128次的百扬神经伦理研读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的一样是为人魔而不中夫 好 我们再把昨天读到的济佛讲孔子 这一段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来书间 我我恩师说孔子 当时拜他为师约有三千人 跟他一起受苦才十个 直到老他的大道理不让人接受 他亦不腿上 扔三诗书定理乐 赞周易做春秋 将诗经书经不养之篇删掉 将礼记乐之内容重新定正 注解易经 著作春秋 扬善点二 当时之乱成贼子恐惧 为此时他的大道理不让人接受 也要此后五百年的人接受 此种精神伟大吗 到现在 距离孔子时代 已有两千五百多年过去了 可是现在世界各地 都在提倡着孔子的思想 孔子的大同思想 世界各国和平会议中讨论 要想世界和平 用科学地气是写不通的 一定要搬出孔子之世界大同之理想 才可以 用武器输赢来求世界和平 如圆木求鱼 爬上述想去捕鱼一样 是绝对捉不到的 所以用武器科学地气求和平 结果是你死我不活 你们要知道 现在我们所办天道之事 乃是国际大事 世界和平之事 什么开罗会议 华盛顿会议等和堂会议 结果是战争还是战争 他们会谈一百次 可是杀人的扔杀人 换火的照常换火 抢劫的人照样抢劫 世界很有和平 所以说我们所办的 才是真正是世界和平之大事 你看我们办一场 解决了多少家庭知事 改正了多少人之内心向善 减少了多少麻烦 下去了世界多少灾烊 最起码修道人也知道忍耐 一忍耐已化下了多少事 知道吗?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 典范俗习道德章 君子之言不过此 动不过则立标吧 抱扑剑术还其本 为何己行称贤良 终以为之人为为 道其不善终人匡 终日浅浅细涕弱 修得敬业陪姓王 合理合意更体人 本若执心未道场 心发责愿众生度 愿力成就与年相 灵妙天尊此讯 灵山一真佛 清静无师德 妙智煎熬过 挫折亦快活 天因法语过 世界真祥和 尊天而四命 人人修弥陀 好的 我们昨天来到这一段 谢谢来帮我们读 灵妙天尊慈讯 圣宗如始无败事 思不出位理自章 真功实善有条理 安婉行事亦不宽 进退难处事故亡 十踏道 十踏道路依武常 己任承当经承智 规步千里立志强 待人接物认真功 手脚利落 互助邦 好 佛佛老师 灵妙天尊 勉励我们 做什么事情 最重要就是 要死忠如意 甚至呢 要慎忠如始 就是从头到尾 不要改变 死忠如意了 这样就无败事 这样就不会 把事情做得很糟糕 失不出位 体自章 所以一般人呢 都是因为不能够 持之以恒 不能持之以恒 就会失出其位了 所以我们如果 有这个位置 也有这个职责 那我们就始终如意 好好去做 另外呢 失不出位呢 也是一种理的彰显 就是我们都是 数位而行 我们该做什么 在什么位置 就做什么 然后 在什么位置 该用什么理 其实这个 古人都非常重视的 这样子呢 真功实善有条理 安稳行事 亦不放 这样修道路 一路走来 才会有真功实善 才会安安稳稳 自己也不会慌张 进退难处 事故广 石踏 道路 一五常 这边 这边 特别提到 人意理智性的五常 这个是 修道很重要 我们知道 师尊老大人 他在大陆半道的总坛 有一幅 叫做修身指南大邪图 那一张大邪图 就是在练这个太和 叫做太和元器 怎么练呢 就是根基五常 仁意理智性 所以脚踏实地 进退有 艰难没关系 但是脚踏实地 根基五常 仁意理智性 来修炼 己任承担 精诚治 归步千里 立志强 意思就是说 就算 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 千里之外 也要一步一步很踏实的走 然后呢 过程当然 会有一些困难挫折的考验 就看我们是否能够立志强 是否能够勇于承担 是否有那个精诚所至 精诚 精诚为开的那一份精诚 用在待人接物上 待人接物真功 手脚利落 互帮助 好 待人接物的认真 好 我们做什么事 都应该要有那一份 沉浸之心 叫做认真的心 好 来 我们请文淑 我否恩施辞 待人接物认真功 以前有个地方发生旱灾 有个富翁很好心 要施粥救人 有一个乞丐去讨一碗粥 富翁端的粥给他 然后说 吃吃吧 乞丐听了不愿意吃 这些接来之时 富翁就敢用另一种口气 请你来用粥 以前 可惜这个乞丐很愚昧 坚持自己的骨气 不吃就是不吃 结果饿死了 可惜 自己的生命 既然别人已经改过 你就要接受 先佛也是有这样的心 徒儿们有在改自己的过错 先佛就会接纳 如果你是屡劝不悔 先佛也摇头了 好 待人接物是我们白羊旗 修行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在人与人的互动当中来修 修什么 修这个德 道德的德 那就好比这边讲的 佛老师讲这个故事 也很有意思 不吃接来食 这个大家都听过 但是那个后半段是 那位富翁已经改过了 他把那个态度 待人接物的态度 把他做出来了 应该有的那种态度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人有骨气 不吃就是不吃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 我们待人接物 有时候只有一次的机会 如果我们对人不好 态度不好 然后呢 人家对我们的印象 就会根深蒂固 我们就变成那样的人 所以都要很小心 小心谨慎 每一个 待人接物 都要认真公 好 不吃接来食的典故 我们也来读一下 来我们请素朱姐 接来之时典故 春秋时代 齐国爆发大齐花 金熬在路边 准备了食物 供应饥饿的路人来吃 有一个饥饿的人 用衣袖遮着脸 拖着疲惫的脚步 跌跌撞撞的走来 金熬左手端着食物 右手拿着汤饮 说道 喂 来吃吧 这个人 杨美 抬一眼看着金熬说 我就是不愿意 吃这种无礼的施舍 才会饿到如此地步 金熬 立即追上前向他道歉 但他仍然坚持不吃 后来终于饿死了 真子听了这件事后 说应该不必这样吧 金熬无礼招呼时 当然可以不吃离去 但如果也道歉了 就可以吃了 好 这个钱熬 这个就是战国时代 发生的一件事情 在历史上把它记下来 变成大家传颂 这里面有很多的 很有趣的 可以值得我们去省事的 好 那个所讲的 真的就是 人与人之间 怎么样子 能够有个很好的 那一种相处的态度 互动 这个都是 我们修道人要学习的 好 再过来 我们 请录解 林妙天尊词训 以义诗人答共事 秦深厚语何一堂 无所不为秦可义 立杂根基立命方 存养警察去贪望 凡夫好斗总义山 全力以赴本分手 以义为力可平章 以上训终找遗志 终细听训终训 好的 己所不义勿施一人 而且要己所义施一人 这个忠述之道 这是儒家讲的非常重要的 也是 真子体悟这个孔子 五道义以贯之 就是忠述 忠述呢 在这个地方最重要就是 己意施人 己所不义勿施一人 这个还比较消极一点 己意施人 就是我所喜欢的 别人应该也会喜欢 所以把我喜欢的给别人 好 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了 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白羊修行法门 就是在人与人的互动相处中 要把它做得圆满 就像情仪深厚聚一堂一样 大家非常的和乐 和一堂 无所不为 勤恳意 立扎根基立民方 对我们而言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只要能够度众 能够利益众生 就像菩萨 再怎么辛苦他都愿意 只要能够对众生有好处 能够帮众生 离苦得乐 他都愿意 当然 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 自己本身 根基 根基 立扎根基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道学啦 我们的品德啦 我们的火候啦 我们的各种基本的修炼 这些一定要做好 基本的修炼 当然包括孝啊 涕啊 孝涕之道一定是最根本的嘛 这些都叫做立命方 都要把它做好 然后呢 平常存阳醒茶的功夫不可少 因为这样可以 弃除我们的贪妄 其实存阳醒茶 存阳什么 醒茶什么 存阳就存阳我们的那个太和 醒茶是什么 醒茶我们有没有什么 不当的念头 尤其那些贪妄的念头 凡夫好斗种意上 我们不要像一般人 凡夫一般人 动不动就发脾气 发脾气就会跟人家产生争斗 然后自己受伤 别人也受伤 潜力以赴本分手 以义为力可平常 努力的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以利益众生为考量 就是要以义为力可平常 很多事情都可以化干戈为义搏 甚至大家都可以心平气和 都可以把这个美好的德性彰显出来 好 春阳醒茶去贪妄 来我们 我们请美勋 春阳醒茶去贪妄 我和恩师辞讯 你们要笑话老师我吗 要学老师这样喝酒好吗 不好 老师喝酒这是不得已的事 我们在宋朝时若不装风卖傻 就做不了什么事 并且有人想害我 我那时同修者皆是大将 我是最狼狈 我要得得到向那你们如此简单 坐仪三叩首 眼看佛灯极点 我内心真正在修 我那师兄弟皆修表面 老师要传道给我 我还怕其他师兄弟会害我 好 这是我们佛佛老师讲他自己 不要只修表面 那些大师兄啊 师尊 就是激公佛佛那个时代 他那些师兄 大师兄 他们都是修表面的 那真正在修内的 修内心的 内心真正在修的 就是我们 当时的 这个激公老师就是这样的 所以最后 老师呢 就要把道传给 就是激公老师的老师 就要把道传给他 但是又怕其他师兄害他 所以这个 人心是很可怕的 来 我们请丽萍来继续帮我们读 要学哪一样 你要学我不洗澡 抓身上鲜肝 看后给人吃 治好别人病 可以吗 不要说一年不洗澡 只要三天不洗 就以汗臭肮脏不已 可是我那时 从来不洗澡 也不会汗臭肮脏 是何原因你可知 同样是汗 有的汗流出来是香的 有的是臭的 差别何在 这就是动念发心不一样 你虽发心与我一样要度重 但动念未必是向我济公 你总有与我之分 有私心有私欲 是否私欲过多损你精神 是 若还纯恨人之心 生气之心 则心内有灼毒存在 发出来之汗 而变臭 这样了解吗 所以 激公老师跟我们讲到这一点 其实重点就是 我们有真修实验 包括我们吃的东西 还有我们的起心动念 我们都不会吃那些 不好的 肮脏的 我们说垃圾食物 甚至那些荤食 有的都很糟糕的 那流出的汗当然很臭 那修道人都是吃天然的 生鲜的 有机的 这种舒适 是最好 这个呢 让身心得到最大的净化 干净的净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也比较不会有一些 妄念 欲望 起心动念 这个对内修 对我们 存养心性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为什么 要提倡素食 一方面呢 让我们身心灵 都得到清净 心也比较不会有妄动 不会有这些失心失欲很多 一直跑出来 甚至连流出来的汗都是香的 当然要达到那个境界不容易 那是我们佛佛老师的境界 好 继续 我们请淑娟来帮我们读 宋至古山 传世如今 云火 会无贤途 新喜关 新的一年 知习前 好的开始 起脚步 意志利品 皇圣贤 今年过错 仔细想 何过除旧 辛隆前 好自努力 前程创 一颗真心 表昌天 忠孝为首 陪得半 行得从得 度昏前 好 这个是在新年初一的时候 大年初一 那 林妙天尊佛老师 勉励我们 作为一个人 应当诚诚恳恳的来处事 来待人接物 刚有提到 八央修持的法门 它的特色 就是在人与人的互动当中 来修这个德 所以一定要 把那个 诚恳的态度 态度最重要的 然后呢 认真的那种精神 带人接物 这个可以看出一个人 那个修行的功夫 是不是 做得够 扎神 那个火候 也是在这种当中 来锻炼 所以 脚步踏文 那 这是佛老师给我们的勉励 最后就交代说 忠诚的忠 行朝写成 送到福山 传世如今 那这一部 白阳圣性 传世如今 然后提到说 慧悟 闲途 喜欢 新的一年 知习浅 佛法老师每次来啊 就是 那份爱徒的心啊 看到徒总是满心欢喜 就像父母亲看到孩子一样 好的开始 起脚步 立志立品 法圣贤 当然 我们佛老师千叮铃万交代啊 也是希望我们能够立志立品 好好的 发挥我们 今生今世能够得受 这么宝贵真理大道 发挥我们这个有用之身 立志立品 然后笑法圣贤 去努力 不要一年错过一年 那今年错过了 没有好好努力 一下子一年过了 你看 悔过除新 除旧 新荣前 所以以前做的怎么样 没关系 忏悔静静 重新开始 新荣前 重新开始 好自努力 前程创 所以我们好好的努力 前程开创 一颗真心表昌天 那一份真心 表昌天 其实上天要我们的 不是要我们有多少 那个金钱的奉献 是要我们那一颗真心 忠孝为首 赔得犯 行得重得 度昆前 修道不忘度重 但是我们要有德性 才度得了众生 要不然 就算度来求道 也很难成钱 还是要靠我们 自己的内德的涵量 行得重得 才有办法 陪得非常重要 好 立志立平法圣贤 我们 来请 致恩 必至立平法圣贤 李铁拐大仙辞讯 至古圣贤 垂下兵犯 神光恶主 冠必求法 文王困有礼而眼周矣 孔圣寿 成菜绝粮 消极法坛之 窘境 屡先祖金千锤百验 万谋考验 一验真心 厌旧成良体 宽冠必带圣贤 想想至本 是不是尚有许多不足之处呢 如果跟往圣先贤 跟前辈老前人 前人相比 是不是还不够 真修实断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好 这边就讲到 至古圣贤垂下典范 都是经过千锤百验 神光有断背求法 文王被困在尤里 观在监狱里头 在那个时候他演周矣 那孔子呢 有成菜结粮 消极发坛之主 李先祖也是经过千锤百验 万谋万考 以验真心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练就存阳之体 所以我们资格呢 看看以前的这些圣贤 历代圣贤 再想想自己 我们又能够经得起多少的锻炼呢 再看看 跟我们比较相近的 这些前人辈 老前人啊 前人啊 相比 人家的那种真修实断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又能够有多少啊 好 来 我们 呃 请写情 立志立品 法圣贤 贤士们要知道这个色身是一块臭肉 这个肉体也都是戒的 你们的本性本性自己是否照见 如果终日为这肉体 让眼耳鼻舌生意 把自信佛性拉着走 让自信佛做六根六成的奴隶 造下无边的罪业 然后让你的自信佛来丹 真是叫诸天仙佛感叹 贤士既然真心想要修半道 可得清醒一点 佛老师 也常常这样子勉励我们 那这个李大仙也是这么讲 我们这个色身就是一块臭肉了 叫做臭皮囊 那我们都是被他牵着走 为什么 因为这个臭皮囊啊 有言而鼻舌生意的各种欲望 所以 启动身体的是欲望 启动我们真人的是 那一份真诚的发心 叫做菩提心 叫做诚的动力 所以我们要有自信佛做主 就要发菩提心 发真诚 来启动我们的真人 才不会被这个假人 就是言而鼻舌生意的六根六成 带着走 变成他的奴隶 然后造下的罪业自己要承担 就是自信要去承担 因为六根六成 这些最后 等到我们肉体坏掉 这些都不见了 什么言而鼻舌生都没了 但是呢 这个罪业万般代不起 唯有业随身 这些永远跟着 所以自信要去承担 那实在划不来 所以要好好的 要清醒 要了解 好 来 我们请文书 宁妙天尊慈士 忠信节有道相符 隐闻会有道一参 忠勇麦前万难破 趁风破浪光明先 草除心中三毒远 三心事相烦恼三 知周万物之外相 探求根本朔其原 一切忠实定真意 人生真地尽名囊 好的 宁妙天尊这边勉励我们 我们修道最重要 要先明人生真地 人生真地呢 就是作为一个人 在这个世间 有很多重要的道理 我们要懂 到底人来到人世间 所谓为何 一定要清楚 我们的目标方向 一定要明白 很多做人的道理 人生的目标方向 如果这些弄不清楚 我们就会迷失在这个人海上中 迷失在这个人生苦海当中 所以这边讲到说 中信节有道相符 以文会有道义餐 如果我们对于人 在这个世间 最重要的道理清楚的话 我们交朋友 就会懂得以有辅人 而不是只是吃喝玩乐 那同时呢 中勇卖钱万难破 乘风破浪光明先 同时我们遇到任何困难挫折 我们也会有那种勇敢 承担 勇往直前 因为我们有个目标方向 人生真地就是会告诉我们 人应该往哪里去努力 有个人生目标方向 我们自然能够乘风破浪 另外 扫除心中三毒 三毒是什么 贪嗔痴 心中的这个三毒 会毒害我们的心 但是我们可能会不知道 人的心中毒 有时候自己并不知道 所以呢 一定要有人生真地的 这样子的认知 启发 你才知道说 原来我的心 这些不好的观念 那种毒太深了 包括什么呢 三心四相 过去心 现在心未来心 我相人相 中生相 受者相 这些都是会造成我们 被三毒所困难 所以应该要删除 把它去掉 知周万物之外相 探求根本 塑其眼 所以万事万物 都有它的道理 叫做知周万物之外相 那懂这些道理 其实就等于了解 这个天地造化的道 也等于了解 自身当中的道 所以呢 我们 这种探本塑言的功夫 绝对要做 一切 终始定真意 人生真地 敬明 好的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读到这里了 这些请坐 请坐坐 都可以 那我们请端坐 眼观鼻 鼻观心 菩萨低眉 你 意念 收束 回来 到明示一点 当我们有感觉的时候 就可以 深呼吸 那 利用 玄关 那个意念 把 天地的 胎和炎气 也引进来 让它充满全身 到脚底 到脚底 再呼出来 这种 意念的牵引 就是从 玄关这一窍 叫做 玄关呼吸法 也是前身唯一的阳窍 把这个 太和炎气 就是天地的正气 存阳之气 吸纳进来 让它充满全身 修道人呢 一定要让自己 全身充满着 太和炎气 那种 纯然的正气 身体才会好 今天讲到说 我们人啊 很容易被三毒 贪嗔痴 毒害我们的心 这从哪里来呢 就是从 我们的六根 六成 如果没有管好 它就变成六贼 这六贼啊 就很容易啊 把这些毒的东西 带进我们的心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要常常 炼太和 保持心平气和 因为 贪 撑 吃 尤其撑 就是我们的脾气了 贪呢 就是我们的习性 吃也是我们的 那些 负面的 负面的 不好的 无知的 无明的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正能量 来对质 好 当我们起一个不好的心念 好比说 不应该有的妄念 通常都是透过 言而彼此的生意 跟外界接触 所产生的 我们之前常常跟大家讲 当你觉得你的脾气上来的时候 你要炼太和 但是没有脾气上来的时候 你的起心动炼 如果有不当的妄念 你也要炼太和 用太和 把那个妄念给化掉 如果心 觉得自己的心 不清静 常常有一些欲望 妄念 产生 那也要炼太和 因为这些都可能是因为我们 原来彼此的生意 跟外界接触 比如说眼睛 看到一个很美的东西 就产生了这样子的 意念 哇 那就代表说 我们要赶快 再练一下太和 把它化掉 不可以让它 在心中 一直存着 好 所以 日常生活当中 行住坐卧中 不管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 其实呢 心平气和 常宝太和 是最重要的 那个是身心灵 来到最好的状态 跟天地 存阳之气相对接 人呢 在这种状态下 那是最幸福的 因为 全身 充满了正能量 而且呢 身心灵都 得到 天地间 最好的那个 正能量的滋养 对我们来讲 修道 其实最重要 就是要能够 守住这一点 好的 今天我们 就跟大家 共同 探讨 学习到这边 那也感谢今天 参与 带毒的前嫌 谢谢大家 也祝福 每一位 線上的 我们的家人们 平平安安 順順利利 充满正能量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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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